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中国研究院节目 今天我的两位嘉宾是大家很喜欢的陈晓龙博士和张勋先生 这两个人是我中国研究院的新大战 请我们的导播将这两位嘉宾请进来 小龙博士你好,张勋先生你好 你好,小平好,张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小平博士好,小平博士好,大家好 叫我主持人就行了,我不用博士了 等我做节目的时候你叫我博士可以 很高兴两位今天坐在一起来 就当下的中国和美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关注 那么现在更大的问题是美国问题,中国问题要往后扣 那么最后我把今天的讨论稍微归纳一下 那么第一个话题我们讨论了川普在那一边打官司 一边搞权力交接 那么是不是川普认输的一个表示 那么这两位嘉宾都不认为川普有这个认输的意思 说这种这个总务署关于这个资金分配调配的这样一种权力交配问题 跟大选结果没有关系 而且总务署呢也这个左右不了这个现在法律诉讼的结果 那么他的这个行动呢与承认川普输赢也没有关系 他只是为了不影响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角度 不影响这个最高权力的更T更T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川普这么做的原因呢 小龙先生解读呢就是呢一方面就是为了应对来 为了解决这个莫菲女士啊受到的这种骚扰 另一方面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化解这个共和党议员啊 内部的这种压力 那么这方面呢啊 这个两位嘉宾特别关注了一下川普跟这个共和党的内在的关系啊 那么在某个意义上呢这个川普这个和共和党内部的关系呢 这种紧张主要是紧张于川普和建制派的这个关系啊 建制派呢在某个意义上他跟民主党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把川普整下去啊 那么张学先生提到就是说 共和党的这个赛成啊 这个反川的这种倾向啊 所以说在很多情况下呢川普是单打的独斗啊 这种情况 那么在这个法律的这个战上呢 张学先生解读是呢 说川普当下的这个法律上的路径呢 他实际上不是想通过这个法律呢 法律战啊 通过重新计票去啊那个重新计票去打赢去赢的这场选战 而是要通过这个啊 而是要通过这个诉讼呢啊造成某种这个结论 最终让国会去决定啊这个结果 大选的结果啊 这是他的这个诉讼策略的希望达到的目的 实际上是这个让美国的华盛顿啊 那个国会来最后决定问题啊 那么如果这个官司啊能造成这种效果的话呢 那么因为共和党在国会中有优势啊 因为那个地方最后投票是按各州来投票 那么共和党掌握的各州的次数啊 那个席位啊多一些 那么下面的官司呢 为了达成这个效果呢 他是取决于两个关键的因素 那么第一个就是取证啊 在这方面呢啊 这个张学先生说取决于共和党 是不是配合这些官司的这个取证 那么从现在来看 张学先生说共和党这些人啊 很不给力啊 所以取证呢 这个很难啊 就是这个当下的困难在所在啊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张学先生说呢 这个法律战的问题呢 要解决关键问题 就是这个最高法院啊 怎么样的判决啊 那么他不对这个最高法院里面啊 来自于共和党建制派的法官的两票啊 也就是这个罗伯茨和卡尔诺啊 这两票呢啊走向张行先生呢 现在可能没有把握 可能没有把握 这一个啊 那么甚至于担心呢 保守派在极端情绪下跟民主 跟自由派的法官走在一起 那么站在了民主党的这个阵线 那么最后呢 做是一个对于川普不利的判决 所以说啊 最高法院判决如何呢 这个张行先生啊 我觉得是谨慎的观望之中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那么陈小龙先生呢 对这个结果呢 这个有点谨慎的乐观啊 但是他也担心啊 这个假选举要当真的可能的结果啊 就是这是一场假的选举 但最后呢 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真实的一个结局啊 大家被迫接受啊 在某个意义上被迫接受 是这样的情况啊 这是第一个话题啊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那我们讨论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啊 分别发表的讨论中国人群众啊 支持这个川普现象的一种报道和分析 那么一群呢 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自由派人士 一群是这个在美国的啊 这个政治流亡者啊 那么他们用那个disident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那么陈小龙先生说啊 这个华尔街报道的有点问题在什么 技术上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disident的这个理解有问题 因为有些人啊 他们已经规划成了美国公民了啊 是不是能够啊 继续把他们称作中国的意见者啊 这是有问题的啊 如果是美国陆基者的话呢 他支持川普那就是他们的权利啊 这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这个陈小龙先生说呢 纽约时报对支持川普者的批评呢 是用的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一种角度 在批评他们啊 这种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呢 对这个中国的自由派 或者对海外的流亡者呢 一种言诺自由的一种否定啊 这种本质上呢 方法是教授主义的啊 这个做法上呢 类似中共的做法 应该进行一些批评啊 那么张鱼先生呢 他解读了这个 实际上这些人批评 中国人拥护川普者的 他们都使用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思维 来看着这样一些问题啊 他们这个特别指出 就是说这个啊 这个你们这些自由派和流亡者啊 他们觉得你们不支持民主党 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他们印象之中 这些自由派和流亡者 都应该有进步主义的一个思维啊 进步主义的思维 那么同样 还有种呢 这个两位观众 两位嘉宾都批评了 这种批评之中带入的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的这种底色啊 这个 在这个华人啊 不支持这个川普的这个 不支持拜登的这个事件中呢 他们有一些不理解啊 类似于拜登先生 在大选中提出的 黑人要不支持我 你就不是黑人啊 那么华人要不支持这个拜登 那你就不是华人啊 这种观点是有点根深蒂固 那么最后一点呢 这个大家强调就是说 华尔街日报对这个海外流亡者的解读啊 他不全面啊 这是张勋先生的观点啊 在这个 川普对中国强硬这个问题上呢 因为这一点啊 这个华人支持川普 这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解读啊 就是因为川普对中国强硬 所以海外的华人要支持这个川普 张勋先生说啊 这个东西有点表面化啊 也不全面 因为这个 川普先生呢 他的这个策略是美国优先啊 然后呢 他要通过公平的方式呢 跟中国去博弈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肯定会从经济实力上去削弱中共 在这个意义上呢 他们的这个诉求跟川普总统最后的政策要达成的结果啊 是一致的啊 但是这个方法是弄上华人和川普的看法未必一致啊 这是张勋先生指出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第三个问题谈到是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主要是这个英国准备将派往这个香港的法官撤出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嘉宾呢 这个谈到了这个啊 下面的观点啊 张勋先生说 这中共啊 在搞把这个香港而沦为啊 中共直辖化市的一个一个必然结果啊 这一个另外一个呢 如果这个法官被撤的话呢 那么对香港的商业企业啊 冲击是非常大啊 外资呢会被迅速的这个挖空啊 这是张勋先生的一个解读 那么这个 谈奥龙先生说呢啊 这个啊 这个如果这么搞的话呢 北京这么搞的话呢 香港的司法独立和香港的普通法呢 体系呢早晚会覆灭啊 他说这个 英国有法官啊 在香港的这个留住呢 实际上是香港这个特区之所以特的一个印章啊 也是对这个特区的一个认证啊 那么而且呢 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呢 事实上规定了这个 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三权分立啊 北京当年呢 对这种规定和三权分立的做法呢 也是忠敬的啊 那么现在呢 他们改变了这样的一种忠敬啊 这是一个 另外呢这个香港的这个现在啊 这些人呢对司法独立的这些诉求呢 可能最终的结果改变不了北京的心意啊 何况北京还掌握的这个对香港这个基本法的解释权 那么北京呢 在某个意义上啊 对香港的这种司法独立和外籍法官呢 有某种矛盾形态啊 他们在某个意义上还想保留这个图案啊这个图章啊 通过这个去掉一部分法官保留一部分法官啊 来实现这样一种啊打算 掏空这个司法独立的内容啊 挑选一些他认为可靠的啊 乃至于外国里头政治正确的一些法官啊留在香港 让他们继续当这个司法的图章啊 这样呢标志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啊 但是呢他就抽空这样一些啊 香港的司法独立的实质性的内容啊 而且呢北京呢 这个早就开始制造了这样一种舆论 虽然从根本上呢啊 这个香港的司法独立会蓬在 当然他会保留一个表面的现象啊 最后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拜登啊 和美国政府的这个啊 更替对香港的这个结果的这个掌握啊 那么两位嘉宾都谈到就是说 拜登先生呢实际上对香港的死和活 他是救不了的啊 但是拜登先生的这个对中国的策略啊 影响到北京政局的死活 如果北京政府活了 那么香港啊就没根本就能受到一些影响 如果北京死了 那么香港呢也会因为北京的政策死掉 所以说这个观点是通过北京的关系来实现的 而拜登先生政策对香港的这个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存活呢 没有直接影响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总结啊 是不是包括了两位先生的这个完整的意思啊 最后请两位补充 张寻 我没什么补充的非常好 谢谢 那小龙 我也不补充了 因为差不多都在 你都讲到了 没什么可加的了 希望你对我的 谢谢你们对我的充分的信任啊 这个有错误是我的 观众听出来有错误是我的责任啊 听他们两位的原文啊 谢谢这个各位的收看啊 谢谢这个两位的奋献 最后谢谢导播制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